柯文哲競選期間 擔任網軍頭子的邱玉凱 陷在扶搖之上 年僅32歲 就當上悠遊卡總經理 月薪25萬 雙領年薪300萬 這還沒算盡 年終司機和各項紅利 柯文哲你是瘋了嗎 三個字 驚呆了 網軍升官各界驚呆 網友狂酸邱玉凱 幫柯文哲對付陣敵 功勞很大 我沒有狂轟連勝文 但是不免的就偷偷酸一下 網友狂酸林非凡的零九萬輸了 還虧他當個八年起碼三千萬 上不了檯面的 柯文哲就不應該讓他上來 簡單講就是這樣 網軍上得了檯面嗎 都成何體統 柯文哲幫子弟兵護航 但卻越護 越讓人火大 他也是親愛蹲點 蹲了兩年 這個升遷也滿正常的 如果照這樣講 五年以上不是頂天 要受到外太空當董事長嗎 所以這個完全說不過去 不管民進黨或民眾黨當網軍 難道都前途無量 綠網軍頭目楊慧如囂張 吃下政府標案三十多件 金額高達八千萬 蘇貞昌愛將丁怡明 也是靠搞耿圖當大官 月薪十九萬 柯文哲的網路頭目 越領二十五萬 這難道是二十一世紀奇觀 二十一世紀新的垃圾 就是被煥養的網軍 大暴弄怒吼民眾黨 那你民進黨呢 你剛提說有行政支援的被貸款 你是指民進黨 我沒有在指射誰 結巴尷尬答不出來 網友說王世堅這段話 其實最該送給民進黨 二十一世紀新的垃圾 就是被煥養的網軍 記者陳建安 陳建議 台北參報導